在現在的這個時候 大家看的目光的焦點 都在那高雄 但是高雄的夜市 現在究竟是怎麼樣 新絕江裡面人潮真的有多嗎 韓國瑜在昨天晚上的10點鐘 跑到了那新絕江了 是 立剛 我們都知道 之前大家都說六合夜市 慢慢沒落 慢慢沒落 可是等到韓國瑜一當選之後 韓國瑜一去六合夜市 完全不一樣 現在六合夜市 你知道人家以前都說 一到天一黑人 就幾乎都看不到什麼人 我們大報告在傍晚的時候 那個時候人就已經開始聚集了 對 但是我跟你講 昨天晚上 韓國瑜突然之間 他也沒通知任何人 突然之間跑到什麼 跑到新絕江 他們那邊的執行長都嚇到 人家跟他講說 韓國瑜來了 他說真的嗎 他嚇一跳 他也不相信 他想你騙我了吧 怎麼可能 結果你知道他真的跑去 跑去一堆攤商 大家趕快圍住他 你知道有的攤商 他一邊走一邊跟他講 講到都哽咽了 因為他說真的日子真的很不好過 結果就是這一波寒流 慢慢把人潮帶回來 但是還是不行 還是不可能回復以前那種盛況 所以希望市長能夠給他幫忙 你看 為什麼這麼多攤販 要去圍著他 其實韓國瑜自己都講 他之前有去六合夜市 有去瑞豐夜市這些地方 然後看到那邊起來 可是問題是新絕江 他想他這個地方 他一定要來一趟 所以他直接在那邊做直播 你要知道韓國瑜的直播 效果是很可怕 很多人是一看到他做直播 馬上衝到現場去 看著直播馬上往新絕江衝 就是想要去看 看能不能堵到他本人 但是你以為他那邊做完直播 就回去睡覺了嗎 其實我跟你講 恐怕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他第二天一早 你知道 夜市監長一早 他跑到 他要跑去幹什麼 那個魚市場那邊去 這個活動完了總應該結束 不是 他繼續去鳳山果菜市場 再到了鳳山果菜市場 鳳山果菜市場那邊 其實很多人知道他要來 趕快衝過去為什麼 因為他在那邊發紅包 然後大家去領那個 裡面有韓國瑜像有那個紅包 領得很高興 大家那邊大排長龍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 當然很多人會認為說 你又在作秀 這又什麼了不得了 可是不管怎麼樣 至少他這樣子 在現階段他帶來的人氣 那個整個聲量完全不一樣 也讓當地開始繁榮起來 我們如果看最近 這一陣子的發展的話 你看最近從1月17號 到1月23號這一個禮拜 你看這藍的 藍的是誰 韓國瑜 紅的是柯文哲 怎麼搜尋熱度 藍的比紅的還高 高很多 高他兩倍以上 柯文哲不是也常上新聞嗎 不是他幹掉民進黨 然後跟新潮流在那邊互嗆 叫段一康吞曲個球 結果你看他沒有一天的 網路聲量是比韓國瑜高的 因為韓國瑜的網路 關注度比他更強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其實他現在最能夠影響 他2020總統之路是誰 其實就是韓國瑜 你看現在如果以各地區來講 你看包括美國跟加拿大 然後澳洲 中國大陸 你看英格蘭 這些地方 居然韓國瑜的聲量都很高 這些地方的搜尋熱度 也這麼高 對 我看了個半天 柯文哲只有一個地方 比他高叫日本 這樣全部都比他低 這真的是很詭異的一個現象 但是我必須說 其實現在高雄有一些人開始後悔 後悔什麼 後悔投給韓國瑜 為什麼後悔投給韓國瑜 當然要後悔 比如說一個網友就講 我真的很後悔投給他 為什麼 以前我去瑞豐夜市逛得很輕鬆 現在到處人擠人 煩死了 現在人變多了 對 以前我下了我就知道 隨便就吃什麼 因為店家就那幾間 凡人吃了就那幾個 現在光我家樓下開三家新店 害我好難選擇 我都不知道我該吃什麼 對 這很煩 以前騎在路面上 隨時都能玩夜野賽車 到處都坑洞 這樣鑽得多開心 現在只能去專門賽到晚 路上樂趣沒有 你看人生多無趣 以前我的LINE很安靜 現在每天都吵得半死 因為每個要來玩 高雄來的朋友 都要幫忙訂飯店這些東西 反而我又不是導遊 然後高雄現在像寧靜的鄉村 以前是寧靜的鄉村 現在變得熱鬧的國際大都市 我們寧靜生活不見 以前為了工作只能早點睡 現在一想到我的市長 就開心的睡不著 我每天都失眠 真的很後悔投給他這樣 早早就投給陳其邁 然後講得更酸一點 真的在講反話 對 他說韓國瑜如果輸到 30萬票以上的話 搞不好可以去做行政院長 說不定可以來選總統 所以現在最能夠威脅到 柯文哲的人 其實就是韓國瑜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柯文哲最近什麼現象 什麼現象 他不斷的在巴掖韓國瑜 國慶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沒想到這個民調 整個出來的結果 居然整個聲量是韓國瑜最高 馬王 朱 吳 全部都輸給柯文哲 那乾脆國民黨拱韓國瑜出來 選總統算了吧 拱他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他沒辦法施政 在高雄沒辦法施政 白手 白手 大家說 這樣沒關係 你放手去一搏 你去選總統 你不是輸給我們高雄的 你是輸給全台灣人的 不要顧慮我們高雄人 他的支持者會 逼其他都會這種想法 但是對於沒有支持他的人 就開始謾罵他了 你看看 整個月落跑市長什麼有的不的 就會這種狀況 我說無王豬馬 大家你看看一個伯仇的 什麼人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其實他來什麼支持什麼人 你猜他支持誰 以你的看法 他支持誰 對 韓國瑜是支持誰 王金平吧 有智慧 你就在感覺 不是 王金平在支持韓國瑜 對 去年還是支持王金平 去年是這樣 我分析 他死的人 這人的感受 韓國瑜已經離開政治這麼久 難得他來到北樓 是誰挺他 誰關心他 誰照顧他 是柯文哲 柯文哲 那個當下 如果如果吳敦毅 有挺他的威 他的對象 吳敦毅選主席的對象什麼人 很多 宏秀柱 韓國瑜 韓國瑜 對 韓國瑜 他如果挺吳敦毅他就不會去 跟吳敦毅選主席 這個如果挺 最危險 我如果說你去搞什麼 有人說他選主席 他去參選有幫到吳敦毅 有幫到 好啦 你顯然你是支持吳敦毅 不是 我是韓國瑜 他跟吳敦毅的關係 他如果關係那麼好 他不會跟他競選主席 這已經排除了 朱立倫 韓國瑜在台北市 在旅遊館的時候 在議會發站的時候 你朱立倫有幫他講過一句話嗎 你當主席 你有挺他嗎 你有說台北市沒樓 你沒來我們新北市 我們也有果菜市場 而且韓國瑜其實是新北市的人 有幾家公司 肉品公司 什麼公司 對不對 農總不說 沒有 所以他對朱立倫覺得不敢情 馬英九 馬英九做八蛋的總統 你根本忘了韓國瑜是誰 韓國瑜還在三里面 韓國瑜你馬英九 你照顧到過兒嗎 你有記這個人的名字嗎 沒有 所以說來 三個都排除了 郭靖 你實在是跟他一樣 不是 黃金平院長跟他的關係淵源 你今天在高雄 你拚到黃院長 這大家都知道 眾所謂知 不只是高雄 雲林 如果沒有王議長 他也有差 很多官司都是王議長去處理 所以去結盟 所以韓國瑜的聲量高 跟王金平院長是可以對等的 而且你要記得 王院長說 你不要聽過孫中 我做一次就好 我做四年 我要交給別人 要交給什麼人 韓國瑜 對 就是韓國瑜 對 他是在公開承諾 他私下跟韓國瑜講 你給我先做 你聽我 我八年後來給你 我後面給你 我們兩個自己說 什麼人聽 王院長已經向全台灣英明說 我如果有機會做到 我是四年而已 我要交給別人出來 總統沒有人說他要做四年 蔡英文做那麼爛都還要連著 所以他公開的呼籲 是給韓國瑜聽 讓全台灣人知道 你後面不能合會 你不能做到送 做三年會說 還給我做一次 還給我做一次 所以說我推測 他是挺王院長 而且他不可能會出來競選 如果出來競選的位 政府 王院長說 我放棄了 來 你出來 我又跟我們聽你 因為我讓那幾個 那幾個把我唱得很累 豬 豬 說不對 豬 買 四腳的 這群人跟白海豚的 整群人把我找到這麼累 我聽你 我不要算你出來 這樣不可能 抱歉 我不說 豬 台義豬 不是 台義是豬 抱歉 好 國慶講到這半 但另外現在這個時候 柯文哲他之前講過 他差一點被韓流給滅頂掉 可是有些人就說 明年的高雄市 高雄的立法委員的選舉 可就是韓市長的期中考 但是這還要牽涉到 就是說立委是誰去選 另外就是總統是誰在選 就國民黨的總統是誰在選 總統是誰也很重要 對 這些都會有影響 因為你是整個結婚 大家都做會選 總統的選情 一定是大家才關注的 比較少大家會去談論說 個別選區立委的選情 所以總統是誰選 立委是誰選 都會有影響 在高雄 國民黨一定會成長 成長到什麼樣的幅度不知道 你說韓國瑜在一年之內 就失敗到求 大家批水 我們連高雄都會選輸 我覺得是很困難 不至於 我覺得對於韓國瑜 他當然也希望 國民黨能夠選多幾席 因為你到了立法院裡頭去 國民黨是多數 然後又是來自高雄的立委 一定會到韓國瑜講 對 韓國瑜有很多拚經濟的東西 坦白講 都必須中央法律要鬆綁 沒有鬆綁 他其實他比較厲害也沒辦法 所以他也非常需要 國民黨籍的立委 到立法院裡去 去幫他拚經濟 我覺得在這一年裡頭 韓國瑜不選總統就不錯 不可能說不會過關 他現在就是人氣已經旺道 就是說大家想說 你整個選總統很好 你選總統大家都不用人 現在是因為柯文哲的民調 柯文哲的民調 居然不只是遙遙領先蔡英文 他也領先所有想要出來 參選的國民黨的候選人 所以我是覺得 柯文哲一定會算 這就很吊詭了 如果韓國瑜出來的話 柯文哲也不用他 所以柯文哲我覺得 他現在不斷的在消費韓國瑜 一直在對外 一直在跟韓國瑜看官 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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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知道 因為他也知道韓國瑜 他是跟他輸成吧 偷金錢 偷金錢 他也知道韓國瑜不出來算 韓國瑜也沒想要出來算 而且你現在就像剛剛林國慶講的 國民黨不是說沒人 我跟你講 韓國瑜 為什麼會去選高雄市長 因為沒人要算 所以當時是中央 我還給他去挑 是強迫他去選的 然後又沒有人 根本沒有人相信韓國瑜的選上 所以當然王金平是對韓國瑜 這是沒有話可講 韓國瑜本來就是一個 很念情的人 他也是一個對人很好 如果這樣講 俊逸 俊逸 如果以這樣說 現在柯文哲他自己有說過 韓流跟柯粉這個重疊率 只有10%不到的這樣子的比例 可是現在柯文哲本身選總統 他的能量 聲量 是蓋過所有這些跳出來的 候選人的這個能量 他拉攏了韓國瑜 不就等於幫他加成 因為白綠配已經不可能了 至少中間這一塊 大概也有30%以上 所以基本上大家看柯P 最擔心的就是韓國瑜出來選 因為一樣都有 對中間選民的吸引力 我在推測 因為他們都說 韓國瑜不會出來選總統 我在一年前 我說馬英九一定會出來爭取 那些人說我孫的 因為那時候沒有人 我孫的 對 所以我在講這個的道理是說 韓國瑜會不會選總統 不要這個時候就鐵口直斷 對 在什麼情況下 就是在柯P的聲望 一直壓過 國民黨跟民進黨的情況 你國民黨就要看著 這個到手的江山這樣子去了嗎 好好的一個機會 就這樣流失嗎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大佬們會甘願讓韓國瑜出來 黃金平院長是非常顧大局的人 對 如果說他被逼到 連他都沒有機會代表國民黨的話 他可能就是說 好 那就大家都退 讓韓國瑜上 但是你要問題是要大家都願意退 只要有人不願意退 只要韓國瑜 你跟他們一起去競爭 我跟那些人一起倒 韓國瑜不可能就讓他們爭初選 我不要說不可能 好不好 這個事情 不要就是那麼鐵口直斷 所以後面還有很多的變化 民進黨這邊 國民黨也不要小看民進黨 民進黨這個慢慢凝聚 所以未來 如果韓國瑜也出來 柯比也出來 這個小英 民進黨又變強 民進黨又凝聚的話 那就會形成真正的三哈都 這個全國性的三哈都 這個入死誰手 真的還不知道 我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順著剛剛俊義兄的話講 其實我站在國民黨的立場 我希望蔡英文強一點 為什麼 柯文哲就會弱一些嗎 對 你怎麼那麼聰明 因為如果蔡英文 是第二個姚文志的話 柯文哲真的很強 可是如果蔡英文強了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2020的總統 就比較溫透透 不是 姚文志是很強的 是因為民進黨當初的 胡選策略不正確